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勘探 M1 M6竟是两座超大规模的墓葬 在M6航母清理过程中 考古队员发现 风土之下竟存在数个道洞 触目精心 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洞洞 大概直径十十米左右 那当时我们肯定想着 完了 这不会有什么东西了 突然一个意外 让他们在主务室旁 发现了两个堆满随葬器物的酷室 自此一个神秘而古老的王国 渐渐浮现出来 库室内一件成山字形的铜器 破土而出 这会是什么 它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与屋主人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河北国务院参观 现在我们进入的是 战国雄风古中山国的展庭 战国中山国是当时的北方元 在河北博物院的展厅内 陈列着中山亡陵中出土的 大量珍贵文物 众多展品中 一件造型特殊 形似山字的铜器 引起了参观者们的注意 这一件铜器 名叫山字形器 通高143厘米 宽80厘米 重44.6千克 气身为青铜铸造 其上部有三个尖峰 呈山字形 左右两侧分别向下向内回转 呈镂空回字纹 下部有安插木柱的圆筒状穹 山字形器的发现 让中国考古界第一次见到了中山国 这一神秘古国的标志性器物 但在1974年 河北省平山县三级乡物丧发掘工作的现场 这件破土而出的山字形器 却给考古队员带来了诸多疑问 这件造型特殊的铜器 如何使用 它的主人会是谁 拥有怎样的身份 在40多年前 这些问题困扰着考古队员 他们需要通过考古发掘 寻找答案 黄军湖 今年64岁 退休前 曾是河北省平山县中山国古城遗址管护中心主任 这就是我当年工作的地方 当时那个事非常艰苦 没有水没有电 他自1992年 在中山国古城遗址管护中心任职以来 便长期从事文物保护 及遗址区域的巡逻工作 对1974年 在三级乡展开的考古发掘工作 颇为了解 1974年的秋天 村民在这个土桥 这个企图 发现了大战的套篇 不知道这是弄什么的 他也不懂这个 就报告给党地的 有关的部门 就派这个考古队来这 进行调查 勘探 发掘 就发现了这个鼓 1974年秋天 当时的河北省文物工作队 组建的考古队 赶赴三级乡调查情况 在调查过程中 考古队员不仅发现了首秋刻石 还发现了三十余座 春秋战国时期墓葬 随后 在三十多座墓葬中 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座大型墓葬 并将它们分别命名为M1号墓和M6号墓 两座墓葬的规模并不相同 为积累发掘大型墓葬的经验 考古队员决定 先发掘规模相对较小的M6号墓葬 这件巨大的三自行器 就出土于M6号墓葬的库石内 当考古队员第一次见到这样造型的器物 不禁感到好奇 这件铜器是做什么用的呢 考古队员对三自行器清理后发现 圆筒状球内部存在朽墓 他们推测三自行器在随葬时 应是插在墓柱上的 然后再摆放进库室 但由于古物被掩埋了两千多年 墓柱早已腐朽 只有青铜部分被保留了下来 为了找到三自行器的具体用途 考古队员查阅了大量文献 希望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老王国 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它就是中山国 中山国是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 从百迪鲜鱼部建立起来的国家 国土南境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市一带 北境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唐县西南一带 可见中山国的国土面积并不大 但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 处于中原腹地 与燕 赵等中原国家为零 如若占领了这片土地 便可以此为跳板 伺机攻占中原地区其他国家 特殊的地理位置 使中山国成为周边邻国的心腹大患 公元前414年 中山武功建立中山国 定督于故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定州市 武功去世后 年幼的桓公即位 遭到了魏国的进攻 公元前407年 中山国被魏国所灭 公元前380年前后 中山桓公复兴了中山国 将都城由贡 遷于灵寿 桓公在位期间 国力不断提升 公元前323年 中山国曾与魏 韩 赵 燕 四个中原强国 一统称王 事称五国相王 五国相王呢 是公元前323年 魏国的西手 公孙衍 他发起的 就是想让魏国 燕 赵 中山 共同称王 相互承认对方是王 所以叫五国相王 五国相王的目的呢 是为了对抗张仪的连横策略 是这个五个国家 共同的合纵 共同对抗秦国 环宫成功 两代中山王 历经图治 使中山国国力增强 逐渐成为对抗秦 秦等中原大国的重要力量之一 那么M6号墓葬库室中出土的山自行器 会和那个国力强盛的中山国之间 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考古队员根据外形初步推测 这件山自行器极有可能是中山国的器物 那么中山国人为何要制作出 造型如此奇特的青铜器呢 它的形状是否有特殊的含义呢 随着对山自行器研究的深入 考古队员也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认为这种山自行器 是从上周时期 就已经在中原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祭祀礼器 同煞演变而来 周王朝时期 为维护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 统治者制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 一些用于祭祀或燕影的器物 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成为理智的体现 铜煞就具有这样的功能 它既可用于日常生活之中 也经常作为陪葬品 在另一个世界彰显牧主人生前的权势 与地位 1974年的深秋 在平山县三级乡展开的考古发掘工作 仍在继续 这是一件提量盒 盒体带量通高24.1厘米 通长26.65厘米 口径10.9厘米 上射一盖 盖面中部有一环形钮 钮中套一圆环连接提量 指口圆间 圆骨腹平底 在肩部和腹部 室有三周鸟纹带 下射三体足 引人注目的是 盒的提量是一条成功型的爪炉 两端以龙爪与盒肩部连接 龙手上有二角 龙身通体 会有云鸣片纹 排列有序 生动形象 随着发掘清理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考古队员在M6号沐藏的库室中 再次清理出了一件提量盒 但是在这一件提量盒上 考古队员并未再次找到龙的身影 却意外发现了凤的造型 提量河的流布是一只展翅的凤鸟 它以嘴做流口 双目元征 为了一只展翅的圈 封的图案 史在山 心在周 对周朝而言 凤鸟是国家的象征 那么M6号沐藏的主人 与以凤为尊的周人 有什么关系吗 国语中宰 在公元前774年 太史博达正环公问话时谈到 洛阳四周 有16个基姓风国 6个异姓诸侯国 其中就有先渔氏 中山国竟是由先渔氏建立 考古队员猜测 M6号墓葬的墓主人 应是周王朝册封 赐国姓姬的中山国王室贵族 长期受周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所以墓主人在下葬时 将镌刻着周人崇拜的 凤鸟造型的青铜器 一同带入墓葬 考古队员愈发确信 拥有龙凤造型提量和陪葬的 M6号墓葬的主人 其身份一定非比寻常 为了确认M6号墓葬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考古队员加快了M6号墓葬的发掘进度 此时又一件器物的出土 让考古队员离墓主人的身份 又近了一步 这一盏影手人泳灯出土于M6号墓葬的西库室内 它通高66.4厘米 通宽52.5厘米 整盏灯由人勇 盘支 灯杆 灯盘 和方座组成 在寿文方形座中 一位身穿长袍 面带微笑的男子立于其上 双臂伸展 双手各握一支 左手握住支尾 支身向左屈身 支手张口托住上方灯盘 盘支腹部被下方另一条盘支咬住 南勇右手握一盘支 支身斜向上身 支手张口咬住向上直伸的灯杆 杆顶上托一灯盘 灯杆上一条魁笼 整盘旋上移 追逐人猴 在古代 以人物为元素的灯 能体现出古人生活的细节 使墓主人生前奢华生活的写照 一般出现在等级比较高的墓葬中 例如西汉中山晋王刘胜之期 窦碗墓葬中出土的长信宫灯 通体流金灿烂华丽 这一件是出土于湖北金门包山二号墓的战国流金人秦桐灯 同人通体流金 身着长袍 他的主人则是楚国的左丞相 我们看这个任勇呢 他制作的相当的华美 因为他的头是银质的 眼睛还欠着黑宝石 衣服呢也非常的华丽 所以从他的身份上来说呢 可能是属于比较高级的宫廷的御用的洒耍艺人 能够使用这么华美的灯具 能够欣赏这么高级的表演的人 应该肯定是有非常高的身份和地位的人 一天下午 考古队员正在酷室的角落进行清理 这时 一件大型青铜器的顶盖部分 逐渐露出了地表 仔细清理 一个巨大的青铜顶 进入考古队员的视野 九个顶出土的时候 它在相对集中的位置 但是又不集中 所谓的相对集中的 它是有的和几个落在一块 都是盖着盖的 有的就是摆放在那个坑底上 每个顶里边都分别装有食物 后来我们打开那个顶盖的时候 通过观察通过化验发现 里边分别放着什么带骨的 牛肉啊猪肉啊鸡肉啊狗肉啊 羊肉啊等等等等 这些饰品 一个顶一个样 它是不一样的 里边手撞的饰品 这一件青铜顶 为九件铜顶中的第九件 是最小的一个 造型也与其他八件有所不同 它高19厘米 上方设有一对长方形外撇腹耳 圆腹平底 三体形足 气身顶盖处是由三个等距环游 顶腹素面无纹饰 青铜顶整体呈厚重的青绿色 并带有珠红色绣迹 自周王朝起 对于用顶制度 就有着严格的规定 东汉儒学大师何修 在注释儒学典籍 《公羊传》时写道 可见能以九顶随丧的墓主人 其身份飞王即侯 1975年秋天 河北省平山县三级乡 牧家庄村 M6号墓葬的田野发掘工作 已经基本结束 考古队员根据丰富的随葬器物推测 M6号墓葬的年代 应属于战国晚期 墓主人应是一位国王 墓葬中出土的其他地区 所未曾建的大型山自行器 很可能是国王所独有的 用来象征王权统治的特殊礼器 但令人遗憾的是 虽然M6号墓葬中出土器物众多 但拥有名闻的器物却很少 没有能直接证明 墓主人身份的器物出现 那么M6号墓葬墓主人 是哪位国王呢 就在三级乡沐家庄村M6号墓发掘的两年后 这些疑问迎来了一个解答的契机 1977年的春夏之交 考古队员再一次来到平山县三级乡 这一次他们将发掘目标锁定在了 比M6号墓葬大一些的M1号墓葬 因为有了发掘M6号墓葬的经验 考古队员对M1号墓葬的发掘工作 也多了几分把握和信心 经勘探 考古队员发现 M1号墓葬的风土平面呈方形 由上至下构成三级台阶 南北长约110米 东西宽约92米 限高约15米 是勘探过程中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墓葬 M1号墓的发掘也非常震撼 周围发现了六座拍档坑 也是拍档木 也发现了两座车马坑 在这个车马坑的西侧 又发现了一座葬川坑 规模挺大 也挺宏伟的 这是一张考古队员亲离处的 M1号墓葬 1号车马坑的照片 从这张模糊褪色的老照片中 我们依稀可以窥见 2000多年前 墓主人建造这座车马坑时的 灰红场景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 两座车马坑清理完毕 考古队员共清理出车7辆 马24匹 那么能够拥有如此多车马陪葬的 M1号墓的墓主人 身份必定非同寻常 他究竟会是谁呢 意思是说 一匹马 考古队员根据古代随葬车马制度 并结合车马陪葬的数量推测 M1号墓葬的主人 应是一位诸侯或公卿以上级别的贵族 为了印证这一猜想 他们需要继续发掘 寻找证据 在继续清理墓葬西边的陪葬坑时 一些木头及铁质同质构建的出土 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发掘在西边这个坑的时候 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东西 只是发现一些木头 金属的构件 有铁的有铜的 有一些构件 什么是分那个掐后屎 然后我们注意到这些构件 有的是钩 有的是钉 还有一些就是跟船有关系的 这种构件 然后就是最主要的是 在一艘船子上面 清理就是一个像刹僵似的一种东西 那样就是我们通过 对这种下向的综合分析 后来确定 这是一个没刹的一个地方 所以叫它藏刹坑 在清理中 考古队员发现 藏传坑内共有南北两室 南室存放有三条木船 北室放有一条大型彩绘木船 故为主船 由于船体腐朽 只发现了少量船只朽计和彩绘颜料 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 考古队员发现 M1号木舱的主木式结构 与先前发掘的M6号木舱相同 都为平面 呈中字形的大木 M1号木舱主木式南北长约15米 东西宽约13.5米 比M6号木舱的主木式还要大 此前考古队员认为 M6号木舱的主人是一位国王 那么M1号木舱物主人 与M6号木舱的主人 又会是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考古工作继续推进 一天上午 一名考古队员正在M1号木舱中 进行清理 一件筒形的青筒器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发现 这一件筒器的底部 竟然住了三只奇异的小兽 大家能看到 我们面前的这件青筒器 叫筒形器 整个器身为直筒形 周身是刻满了攀毁纹 底部是三只刻有卷云纹的异兽 这就是出土于M1号木舱的筒形器 高58.5厘米 直径24.5厘米 气身为直筒形 开口平底 底部有三只周身 镌刻着卷云纹的异兽 昂首张目 气势威严 筒身表面会有盘区的盘毁纹和细雷纹 两侧各有一只兽面显环扑手 经考古队员仔细对比后发现 筒形器底部的异兽 身与提和张子相似 尾部酷似牛尾 前额有一脚 体貌特征与麒麟非常类似 由此 他们推测 筒形器底部的三只异兽 很可能就是典籍中记载的麒麟 那么 这件著有瑞兽麒麟的筒形器 有何用途呢 根据当时发掘现场的情况来看 筒形器出土时 内外均无烧熏痕迹 也无放置食物的痕迹 所以考古队员推测 这一件筒形器 可能是供物主人玩乐的头壶 头壶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燕影时 做的一种投掷游戏 是一种传统礼仪 源于摄礼 礼记转中云 头壶摄之戏也 燕影有设以乐兵 以席荣而讲业 在古代 诸侯大夫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 就是请客人射箭 成年男子不会射箭 被视为耻辱 后来 因为庭院狭窄 弓箭不俗等诸多因素 人们就会用箭投壶来代替射箭 久而久之 投壶就成为宴请宾客时的固定游戏 因此考古队员推断 这件统行器的主人身份 非同一般 虽然统行器的发现 并没有为M1号墓主人的身份 提供直接证据 但在他的发掘过程中 一个奇怪的现象 却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这一细节也成为日后 打开中山国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 这是主墓室 当时发掘的时候 基本上被倒空了 还发现了焚烧的痕迹 应该是盗墓贼 把主墓室的东西拿走以后 又放了一把火 所以说毁坏得特别严重 盗墓贼偷走墓中随葬品后 为什么还要作火毁墓 难道墓主人与盗墓贼之间 存在不为人知的恩怨往事 以至于在盗走随葬品后 还放火焚烧了墓主人的尸身 以泄愤 带着这些猜想 考古队员加快了 M1号墓葬的清理工作 不久 一名考古队员 在清理主墓室角落的 一块石头时 发现了一块大铜板 我们当时在这个 主墓室的这个方向 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铜板 特别大 有92厘米长 48厘米宽 厚的话大概两公分 这个铜板的话 它出土的时候 扭曲不堪 也是经过我们文物专家的修复 最后把它完整地展示了出来 经清洗修复 这块铜板的原貌 呈现在了考古队员的眼前 他们惊奇地发现 这一面铜板上 竟然是一幅亡灵的建设规划图 这幅亡灵建设规划图 采用金银细片镶嵌而成 陵园内 共规划有五座墓葬 分别是处于陵园中心位置的王墓 左右两边的王后墓 以及最外侧左右两边的夫人墓 铜板上 五座墓葬朝向南方 营造出了一片中轴对称的宫殿式建筑 王陵区域临上建筑 各公式面积和平面形状 标有尺和布两种度量单位 尺标式的建筑 严格按照比例齿绘制 比例为1比500 与现代建筑工程规划图比例相同 考古专家将这块铜板命名为 赵金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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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银��� 而製作这幅错金银铜板诏域图的年代 在公元前308年前后 它的出土将中国缩纸制图的历史 提前了近600年 拽图它应该是有这么几个意义 第一就是它对中国古代建筑 比如说灵源的布局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 战国时期的亡灵 可能都是这种理智或者规制 对它亡灵的这种参照意义 相当于一个标齿性的一个东西 第二就是我们可以按照照育图 去给它做一些模拟复原 看它将来是原来这个灵源的范围 究竟是多大的范围 根据照育图中的信息 考古队员开始寻找其余墓葬 但奇怪的是 经现场勘探后 他们并未发现赵羽图中 全部的亡灵建筑 而是只发现了两座墓葬 它们分别是位于铜板中心位置的王墓 以及旁边的一座王后墓 其他三座墓葬均未发现 那么铜板上规划的那三座墓葬去哪儿了 考古队员对此展开深入研究 没想到却发现一段显为人知的历史 制作赵羽图的年代 在公元前308年前后 正是中山国处于战乱与王国的历史时期 那时的中山国经济实力迅速下降 中山国发展的历程非常的曲折 它也一度在群雄之间送横百合 但是后期的中山国特别是称王以后 它的那个四大的心态就逐渐的暴露出来了 因为前期的中山国是一向以威猛善战而著称的 但是后期的中山国因为过度的崇尚儒学 造成了战士带于杭阵 农夫堕于田 以致造成了国贫 冰落这样的局面 战国中期 中山国实力迅速衰退 国内大臣勾心斗角 贵族贪图享受 对外关系 赵国大军频频压境 边境战事连年不断 在内因外患的处境中 当时的中山国国王早已没有精力 来完成赵域途中的亡灵规划 由此 陶谷队员推测 赵域途中绘制的亡灵规划并没有差错 那三座没有发现的墓葬实际上并未修建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